大家好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 在這麼大的場合 然後這麼多人面前 口述我發生的事情 六年前我發生了這場空難 它改變了我一生 這應該是台灣史上 第一次有飛機墜落的地方 那我就是當初倖存的 唯一的空服員黃金雅 金雅加油 空難發生的當下 其實我非常的害怕 這當中我都沒有昏過去 我是非常清醒的狀態下 經歷了這場事故 當初我就是倒掉在椅子上這樣 然後我非常的害怕死去 我想要爬出去這個飛機艙裡面 我想活下來 我只能往有光線的地方爬去 因為飛機裡面是一片的黑暗 那在這一片的黑暗中 我只能往有光的地方爬出去 加油 加油 金雅加油 在這當中我其實爬過了很多 飛機的殘骸 包括我往生整個 就是形成這樣 我一直以來都活在很恐懼 跟很害怕的狀態下 那我身心也非常嚴重的受傷 我身體內傷很嚴重 然後也淋患了非常嚴重的 創傷後爭過去 後我一直封閉自己 不去跟外界的人溝通 就像一個空殼一樣 我一樣照樣過日子 一樣吃飯睡覺 就是像一個沒有靈魂的人這樣 但隨著我的女兒出生 我跟她一起成長 看著她 她就是一個希望 一個生命的希望 我也慢慢的好起來 我甚至想要更好 我想要保護她 她就像我的守護天使一樣 那現在 我們就 台灣就也需要我們守護 我也想成為她的守護天使 我希望大家下個禮拜 12月18號 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守護我們的未來 守護我們的小孩的未來 守護我們的小孩的未來 保護台灣 保護我們下一代的環境 我是黃敬 謝謝大家 我們下視為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的 flight 我們下一次的15分